苏花公路改善工程处3月29号到30号 在花莲玉立镇三名社区活动中心 针对三名聚落路段 召开台九线道路拓宽工程协议架构会 会议中由苏花公路改善工程处及不动产股价师 共同说明协议架构补偿市价查顾报告 现场民众纷纷发言表示 大家配合政府重大交通建设参加协议架构 将依规定强制补偿金经查顾报告 结果金额太低 却连恢复原有的生活空间都无法达成 苏花公路改善工程处3月29号到30号 在玉立镇三名社区活动中心 针对三名聚落路段召开台九线道路拓宽工程协议架构会 会议当中由苏花公路改善工程处与不动产股价师 共同说明协议架构补偿市价查顾报告 因为甘贼有解释荣誌有解释问题 听到你们都要打荣誉 什么问题来大家互相考虑 其中现在同志的问题就是说 出租倉的 想到这个女儿有解释了 因为我这个人这边聘请我和我们干什么 是最后的信息 好的 还有你的财献赚金 现场民众纷纷发言表示 大家配合政府重大交通建设参加协议架构 如果没有办法完成协议架构 引起现场民众的不满 我们的政府单位 因为我们的房子被拆后 拆先对 自拆对 你们政府有丢门 可是我们房屋的边境被戳掉了 这个你们的补偿金 是等于是我们买这房子而已 后面我们的房子 拆除 三分之一或一半 我们的修账费要从哪里来 自从这个拆迁 你不够买房子 这个金块 厂金 这个金块 变贴吗 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个 事后的修账费 吴新闻说 居民配合政府交通建设拓宽 拆迁工程之后 政府所补偿的架构金额 却没有办法弥补 回复三名聚落的居民 原有生活面积所需的建筑成本 民众表示 配合政府的交通建设工程 让民众有种被惩罚的 心酸跟无奈 之前旧的案子 而且主要是因为价格是在破洞 刚才大部分都知道了 一直在往上涨 上次玉兴桥掉了两次钢粮 我看那个厂商也是哀哀叫 除非他们有补 我不知道他们有补 保险你看 有保险啊 他根本就亏本嘛 所以 以现在这样的补贴的价格是不足以 让各位回复原来的空间 显然就压迫了老百姓的生存权 希望相关有关单位能够苦民所苦 以同理心的态度 对于所有的这一些 因为受到要配合政策 要拆遷的这一些 案子跟这一些民众 能够有同理心 以苦民所苦的这个方向来朝向 那么所有的公共工程的推动 孔文俊说希望有关单位能够秉持同理心 苦民所苦的方向 公共工程的推动才能更加顺畅圆满 而不动产估价师说 建价的标准是按照花莲县政府 所订定的征收标准来估价 准此预请花莲县政府能够依物价波动 损害填补原则与最低收购价 借着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